第15题 称量3乘以10的22次方格碳酸钙分子的质量 约等于多少功课 这边呢给了多少个 要我们求质量 中间需要用墨尔做它的中介 做它的桥梁 所以我们要把多少格换成墨尔 多少格换成墨尔是要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就是墨尔就是多少个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现在呢有3乘以10的22次方格 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算出来呢是0.05莫尔 那么0.05莫尔怎么会变成多少功课 因为呢莫尔呢就等于质量 以功课做单位 除以原质量或者是分质量 所以呢我们的质量就是莫尔 去乘以原质量或者是分质量 那我们必须要算出分质量 碳酸钙 CaCO3 那么分质量是原质量相加 一个钙是40 还有一个碳是12 我们有三个氧 一个氧是16 这样算出来呢就会变成呢叫做100 所以呢碳酸钙的分质量是100 我们有0.05莫尔 乘以我们有分质量是100 所以算出来呢会有5公克 所以呢第15题问我们说 称量3乘以10的22次方格碳酸钙分质的质量 约等于多少功课 我们答案选的是A55 5功课